不管是用旧苏联时期的 9K33黄蜂欧萨防空系统 击落俄罗斯无人机 还是用西方军援的 现代军武来助阵 乌克兰在前线武器 新旧并用 美系苏系混合 乌军用动物园来形容 这当中凶猛的包含 美国提供的NASEMS 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 尽管外部军援陆续到位 但是乌克兰前线缺兵的窘境 只能靠自己解决 现在居然和之前的俄罗斯 瓦格纳佣兵集团一样 到监狱里向囚犯们招手募兵 由正规军人直接到监狱里招募 和美为囚犯面谈审核 乌克兰开放寿刑人可以申请提前假释上战场 目前招募的五千人当中 有两千人已经入列服役 有人是为了报酬来的 也不像俄罗斯当时把犯人当炮灰的 绞肉机战术 乌克兰会先训练这帮犯人兵 还给出了完整待遇 根据欧洲平面媒体报道 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就撒下了四十万士兵 其中有十万在一千公里长的前线作战 乌克兰整体兵力却只有六十八万人 目前前线作战就占了二十万人 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去年底就喊出 希望今年要再招募四十五万到五十万兵力 男丁都得往前线作战去 这也让乌克兰各地有些以男性为主的职业 像是电车和公车司机大缺工 取而代之的就是女性扛下着重责大任 缺兵又缺工 乌克兰内部问题只能慢慢解决 外部支援依旧一个都不能烧 在意大利举行的G7峰会上 美国总统拜登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签订了为期十年的安全协议 十年之内美国持续提供乌克兰军援 帮忙训练乌军深化情报共享 类似现在的以色列模式 泽伦斯基还自曝 已经获得习近平口头承诺 不会军援俄罗斯 而这样的安全协议 乌克兰也和日本签了一份 同时G7还同意 用俄罗斯被扣押的 3000亿美元资产的衍生利润 在今年底以前提供乌克兰 500亿美元的贷款 但是问题来了 尽管钱还没到手 但是乌克兰已经计划会用在战后重建 及国防预算支出 但是关于这笔贷款的诸多细节 都还没有解答 势必也会引来俄罗斯的不满 TVBS新闻综合播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